好咱们了解了咱们要采用的这个基础结构之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下所对应的这样的需求的分析 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去明确的一点 就是说在公司当中 然后呢有些公司里面对应于这样的产品 会给你提供一个需求文档 在需求文档当中就说明了提名了 关于在做的这个产品当中 到底要去实现哪些功能 每些功能一些细节都会给你描述清楚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那有些公司提供这个需求文档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采用什么word的东西了 但无论怎么说他会有一个需求文档 但是也有些公司里面呢 如果说这个产品比较急 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到纸面当中 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文档 而说口头相当于你的team leader 就给你描述清楚 你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功能 描述清楚之后 然后你就开展工作了 所以也有些公司可能就没有这样需求文档 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去提出来 有这样需求文档的概念 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去提出来的一个需求文档呢 只是一个最简易的模型了 咱们来去看一眼 首先我们要实现的这样的产品 咱们刚才已经通过介绍 大家已经应该清楚 做的是一个这样的平台 平台当中呢 专门是提供这样的租房网站 而且呢我们再去采用的是手机端的 这样一个网页方式来进行模拟 采用的结构呢也是前后端分离的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产品当中 我们要去实现哪些对应的逻辑呢 首先先来说关于主页 在主页当中所实现的这个逻辑呢 有什么东西呢 既然是一个租房网站 所以在首页当中呢 就应该去把最热门的这个房子给我发布出来 那在这个最热门的当中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呢 咱们要去实现的 就是说可以直接去实现一个 订单量最多的那些个房子都有哪些 你可以过滤出来五个 然后呢放到这儿 并且把房工的图片展出来 这是在首页当中所要做工作 然后再来看一下 首页当中 然后呢这个页面当中 你当点击的时候呢 能够进入到具体的关于这个房子的详细信息了 就是关于这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就是页面当中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需求 再来看一下 在页面当中上面这部分呢 注册跟登录按钮 它也是一部分功能 什么样的功能呢 如果说用户从来没有登录过 那访问到主页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展示出来的就是注册跟登录按钮 如果用户是已经登录过 在这个地方展示的就是用户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 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展示呢 一旦登录之后 这个地方展示的就应该是关于用户的昵称了 而且呢点击这个地方的话 能够进入到关于用户的这样的详情页面里面来 关于用户的个人资料里面来 这是关键这点 所以这些需要进行判断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底下的这个地方呢 是关于选择城区的关于这个选择城区的话 意思呢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现在是做的一个租房的这样平台 那租的这个平台呢 咱们在进行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没有采用全国的这种大概念来进行设计的 只是拿一个城市来进行做的 这个城市当中测试数据呢 是拿北京的这个城区来进行测试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大家一看的时候呢 测试数据里面列出来的都是北京的城区 然后呢 这里面一个需求是什么需求呢 这个城区的话不能写死 不能在写死的页面当中 原因就在于 你很可能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 你可能先有几个城区 然后呢 慢慢的又开了哪些城区 那你一开城区的话 那你现在相对应的 在点击的时候呢 新的城区里面数据也得拿送过来 所以相当于 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这个数据 是向后端去拿送的 这是关于的 也是说的 这城区区域信息呢 是需要动态加载的 然后呢 底下呢 还要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时间 就相当于 用户不是想要租房吗 那你到底是想租的是哪个地方的房子 然后呢 你想入住跟这个离开的时间是多少 你可以给它去提供相对应的 这样的数据 你把它的数据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一点击搜索的时候呢 就要去进入到搜索页面当中 把能够它所预定的这些房子列出来 这是关于首页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这个功能说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哪个页面呢 就是关于注册的 我们看一下 咱们进入到这个注册 在这个注册页面当中 这个业务逻辑 点错了 我们在这个注册页面当中 所做的逻辑呢 要求什么呢 咱们拿手机号 作为用户的账号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要去提供这样图片验证码 因为我们要验证用户的手机号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要给用户发动短信 但是呢 我们防止用户去暴力测试 原因就在于 我们防止用户暴力测试的 防止它暴力发动短信 所以呢 在发动短信之前 必须得让你去贴写图片验证码 所以呢 在这个注册页面当中逻辑就是 你先去贴手机号 手机号写完成之后 然后呢 去贴写图片验证码 图片验证码 只有贴写成功的情况下 才能给你发送短信 然后呢 在发送短信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要60秒之后 才能再发送第二条短信 贴写关键这一点 然后你短信发送成功之后 再来往下走 再去贴写对应的用户名的 这样的密码跟确认密码 这是这样的逻辑 然后贴写完成之后呢 就能够进行注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来看登录 登录当中呢 这一段逻辑就好说了 你只需要去填充 最应的用户的手机号 跟密码就可以 但是呢 我们说了 在这一点 也是要防止用户的暴力测试的 在用户防止这个暴力测试的时候呢 防止他再去撞你的库 撞你的这样的手机号 最应的密码 你可能要去限制 限制他访问的次数 就比如说 你可能输入错几次之后 在别的产品当中 咱们是不是见过 是给你提出来一个图片验证码啊 你一旦输错三次之后 出现一个图片验证码 你把验证码输入正确之后 是不是才能够全卫啊 对吧 那因为在咱们这个产品当中 在咱们的项目当中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讲的 就是说 讲大家没切出过的东西 所以呢 关于这图片验证码 已经在注册当中做了 所以呢 咱们在登录当中 做什么东西呢 咱们在登录当中去做的话 拿IP去限查 限查的访问次数 就相当于 你一旦输错几次 比如说输错五次之后 好了 我就封你的IP 然后呢 过十分钟之后 我再允许你的IP 再来去进行登录操作 咱们要做这样一段逻辑 好 这是关于登录 这个东西说完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前面 这三个的逻辑 咱们说完了 说完之后 咱们再来看什么东西呢 就是房屋的列表页 房屋的列表页 什么东西呢 指的就是 我们点击搜索的时候 进入进来的 这样的一个页面 咱们就把它叫做搜索页面了 在这个房屋的列表页面当中呢 既可以在主页当中 通过这个条件点击搜索 然后呢 拿过来 然后也可以是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进行相对应的 重新勾选 然后在勾选的时候呢 你能够再去填写对应的 到底是哪个对应的房屋子 这个入住时间 跟这个区信息 还可以对它进行排序 你比如说 想把价格给你 从低到高 在进行排序之后 那你相对应的 把结果也得给我排序展开 这是关于在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页面的信息呢 我们要给它做成分页的东西 你不能一次性把符合调料 所有东西全拿回来 拿回来的话 这个流量太大 然后呢 手机它也受不了 所以呢 咱们要分批次展示 那分批次展示的时候呢 咱们在这个移动端当中 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就是通过 你在页面不断往下下滚的时候呢 一旦拉到最底下端的时候呢 再去 再向后端发送一次请求 然后呢 把页面数据拿送过来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有一个区形呢 就是这个条件 区域信息跟首页当中是一样的 必须也是动态加载的 还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你把条件一旦改变之后呢 对应的数据 就必须重新再次拿回来 这是关于这里面 然后呢 在这里当中的话 你去点击的时候呢 就能够进入到 房屋的详情页面了 房屋的详情页面 跟你在主页当中进入过来 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能够去看到 关于这个房屋的详细信息 关于房屋的详细信息当中呢 每个房子实际上是可以 允许房东去上传多张图片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在这个房屋详情页面当中 要列起来 房屋的标题 房东的信息 然后呢 房子的位置 出租的间数 这样的详细的配置 底下呢 还会有这个房子里面的 详细的配套设施 都有哪些 还有在底下去显示 相对应的评论信息 这是关于在详情页面里面 要去展示出来的 这个评论信息呢 就是在这个用户 下完单之后 然后呢 完成之后 必须要评论 才能够在这里面展出来的 所以呢 这是关于房子的详情页面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需求 有一个什么需求呢 就是 如果说 你访问房子的详情页面的 这个人 如果现在已经登录了 登录之后 你发现这个人 就是用户 就是房东本身 也就相当于 我是发布房子的人 我自己在查看 自己房子的时候 底下的这个 即刻预定按钮 不能展出来 就相当于 我们不允许 房东刷单 不允许房子 房东预定自己的房子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不能提供按钮 除了用户 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或者你发现 访问的这个东西 不是房东本人 才能够去展示 这个即刻预定按钮 这是在这个详情页面当中 所要去提供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必须要做到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再往后走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这个 当你进行预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预定页面当中了 在这个预定页面当中 所要做的一个逻辑呢 就是 如果用户 还从来没有登录过 进入到登录页面 那你必须要先把它 跳转到这样的一个 登录页面来 然后进入到 登录页面之后 你才能够进行 相对应的预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才能够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预定页面 在预定页面当中呢 你可以去输入 对应的 最终用户 想要去入住的 起始时间 跟结束时间 然后呢 点击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 去提交订单了 一提交订单之后呢 就进入到 我们在后端当中的 他所对应的一个 订单页面了 这是关于这个预定了 那在这个预定的 这个页面 在这个订单页面当中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并不是立即到 进入到支付的页面 而是进入到哪呢 是进入到一个 代接单 就相当于 对于这个预定来说 我们还要提供一个功能 提供一个十万功能呢 房东拿到这个订单之后 他是可以接单跟聚单的 他允许你拒绝 接受一次订单 所以相当于 一旦客户下单之后的话 当前是属于 代接单的状态 只有房东确认之后 才能够进操作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咱们刚才把之前的一个 基本的业务逻辑说完了 说完之后 咱们来看这个地方 在哪呢 到我的这个页面 在我的这个页面呢 你是可以登录之后 在这个地方点击进来的 在这里面点击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 在这个页面当中 在我的这个 爱达的一个页面当中呢 能够做什么工作呢 一进入到这个页面 有一个需求 就是你需要把关于这个用户 如果他已经设置过 你把它的头像 把用户名 跟这手机号展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还要去提供一个修改的 一个错误 在修改当中呢 允许用户去重新上传头像 允许他去保存头像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还要允许用户呢 去保存他所对应的用户名 这是关键点 现在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我的订单 这个我的订单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这个用户 如果他是房客的话 在这里面能够去查看出来 他之前下过的订单 都用哪些 我们在这个产品当中 一旦有一个用户注册之后 我们不会区分 他是房东还是房客 原因就在于 你这个人既可以是房东 也是可以是房客吧 对吧 一个人可以区分多种充分的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发布上来 你也可以去预定别人东西 所以呢 你既可以是房客 也可以是房东 如果你是房客的话 你可以通过我的订单的这个地方 能够去查看 你之前预定过的别人的房子 都有哪些 这里面呢 他能够去 如果已经进入到这个带支付 那就好了 去支付 如果已经进入到这个评价了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评价 如果呢 现在是用户接单 那只能等着 这是关键点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的就是说 有一个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说 你在这里不是要有房东的身份吗 房东的话 可以在哪呢 可以在他的 我的房源的这个页面当中 进过来 进过来之后呢 可以去发布新的房屋的信息 你可以在这里发布 发布新的房屋信息的时候 就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要求用户必须是进行过 在哪呢 看一下 发布新房源的时候呢 要求用户必须是进行过 实名认证的时候 才能够进行发布房源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会在他的这个 有一个专门入口 能够去签充实名认证信息了 但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说 这个实名认证呢 这个业务逻辑 正常情况下去 应该你填完之后 是不是要进入到公安系统当中 把你的真实姓名 跟身份证号进行对比啊 我们现在呢 是没有权限去 接入公安系统的 所以呢 咱们就是 只是做到这样一程度 需要你把用户名 跟身份证号填充 填充完之后 给保存 咱们算这个实名认证了 那在公司当中 你要记住的就是说 你还要对应的公安系统 会给你提供一套接口的 咱们现在是没有那套资质 所以是查不出来的 所以呢 实名认证之后 你回回回来 再进入到我的房源页面当中呢 就可以去发布房子信息 一旦发布完房子信息了之后 那前端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要去提供一个退出按钮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是 所有这个逻辑呢 都是在需求文端当中 给大家已经说明的 还要去提供一个退出按钮 一旦退出之后呢 就要把整个东西都退出来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房东那个东西 12345678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是这个房东 你发布过房子的话 在我的房源页面当中呢 除了能够发布房子 还要把你之前能够 发布过的房子 都发布了哪些 然后给它展开 这是他所发布的房子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我们作为房东的话 还能够去查看一下 客户订单 客户订单就是说 别人预定的 你的房子的订单 都有哪些呢 在客户订单当中进行过来 进过来之后 刚才是不是已经下过议单了 所以在这里面能够去进行接单 也能够进行聚单 你在这里面是 机要进行这样操作的 所以呢 就可以去点击一下 然后呢 如果点击这个接单的情况下 好了 那你如果确定接单 那就确定了 如果是要聚单的情况下 在这里面呢 必须去填写一个拒绝的原因 如果你不填写拒绝的原因的话 你的订单操作是被拒绝的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面去点击一下 对应的接单 接单之后呢 当前就已经接单了 然后呢 回到你的对应的 对应到你的这个房客这部分 这个账号来说 我们进来 然后呢 在我的这个订单当中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 刚才这个东西呢 它已经是 已经是属于这个 呃 接单状态了 所以呢 就可以去进行 相对应的 接入操作 那进入操作之后呢 然后呢 当我们去点击这样的 去支付的时候呢 就会进入到哪呢 看一下 去支付的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 对应的支付宝这个应面了吧 当前网速有点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 看这个链接地址 不是我有给你伪造的吧 就进入到这个支付导的 页面当中 你需要去进行 相对应的支付 然后呢 一旦支付完成之后 再回到页面当中呢 然后呢 就是可以进行 入住这样的操作了 所以呢 接下来 一旦支付完成 就可以进行评价操作 进行评价操作之后 然后呢 整个咱们这个产品的 这个逻辑 咱们就实现完了 所以咱们就做到 这样一步操作 在这一步操作当中呢 我们再去讲解的时候 咱们这个项目 怎么去做呢 完了这个项目的话 没有分组 大家每个人 是一个自己的单位 然后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时候呢 我会带着大家去写代码 然后呢 一点一点给大家去写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代码都去写 而是去 只去写 大家没有去 接触过的业务逻辑 然后呢 如果其他的业务逻辑 发现跟它是类似的 那好了 那个接口 就留给大家去写了 我们只去讲 大家没接触过的 技术的逻辑 凡是接触过的话 那大家呢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写了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部分我写 一部分大家去写 是要做成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 咱们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做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产品 大家把应该用到的 见到的一些技术呢 都应该去认识完全 就比如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 前后端分离之后 后端怎么写 前端如果是网页的话 gs怎么掉 就是关键点 然后呢 像这个支付宝的这个支付 怎么去做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东西 比如说前端的这个模板 怎么去用 再有就相当于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现在呢 就不会再让大家去做到 本地存储了 就相当于我们不会自己去实现 一个存储方案了 因为在真正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如果存到本地当中 会有相对应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去讲图片存储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说明 所以呢 咱们这个图片的话 会引入第三方的服务 去把它存放到第三方的云存储当中 比如说七牛 云存储会给它做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 发送短信也会给它发送的过去 还有就相当于对应的 发送短信的时候 咱们实际上 是不是也可以像 在张国当中发送邮件 可以给它做成一步发送啊 这还有印象吗 是Cellery吧 对吧 咱们在去讲Cellery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去引入的是 这个低接张国里面Cellery的 那个插件性的操作了呀 实际上Cellery 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框架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再去用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低接Cellery的 一个进一步充装 咱们还要把Cellery的东西呢 再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说明一下 让大家对Cellery有一个 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去再去说明一下Cellery